北道上寿司一盘接着一盘回转 各种新鲜海鲜任顾客挑选 但现在却流传了一种隐形吃法 筷子夹起生鱼片 在杯装高汤中不断来回搅拌 日本人到寿司店吃寿司 竟然发展出新吃法 甚至还有人要了碗 把白饭和生鱼片 wasabi 酱料一同放在一起 再把高汤从上往下倒 等待鱼片被烫熟后 这碗鱼片泡饭就完成 而这样的吃法日本最近很流行 但却让一票台湾人非常不能理解 上面沾到高汤 就不确定这样好不好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这样子的话直接吃鱼就好了 但是他有可能是怕寄生虫的问题 所以他拿去煮过 我觉得可以接受 因为每个人吃法不一样 新鲜生鱼片不直接吃 反而搭配高汤烫熟 台湾人好困惑 纷纷说这难道是对寿司师傅的一种挑衅吗 那为什么还要去吃寿司呢 不过也有人说 这很类似台南的牛肉汤 其实生鱼片泡高汤吃也蛮好吃 可以尝鲜 我觉得OK 因为生鱼片刚好把它煮熟 就不会拉肚子了 只是一起吃而已 没有什么差别 可以吧 每个人吃法不一样 生鱼片放入汤中吃 有人分享口感会变成入口即化的鲜鱼片 但这样的吃法分成两大派 有人喜欢 有人觉得很奇怪 而实际上寿司店的官网看 还真的是有卖纯高汤的品项 日币约200元 相当于台币42 但寿司店隐藏新吃法 还是震惊台湾人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台北报道